淋上醬汁 這是日本餐廳 營養為澳的基底 北海道奶油白醬 加上新鮮現報的澳洲黑松露 從製作到食材 都是主廚精心設計 打開土鍋蓋香氣四溢 選用日本天然鯛魚 蒸熟搗碎拌入胡麻油 兩種山椒新鮮提味 東京最年輕一米其林三星 日本料理名廚來臺五天 特作知名五星酒店 被譽為日本懷石料理進行室 首次登台帶領本店七人團隊 跳脫傳統日式料理 運用世界各地食材 融入料理中 選用魚子醬 松露 不常見在日本料理的高級食材 帶給用餐者潛心的味覺體驗 飯店來講的話 我們的日本料理 每年都會固定找米其林三星的客座 像過去的話 我們也是找到連續16年 拿到米其林三星的客人 那我們也是希望在我們的這個飯店 跟這個餐廳裡面 可以每年都有邀請到不同的 頂級的主廚 米其林三星主廚 超過二十年的日本料理經驗 在日本當地餐廳 就光受歡迎一味難求 這次也結合台灣在地食材 讓民眾不用飛出國 在台灣就能享受 顛覆想像的日本懷石六里饗宴 方大新聞 宋錦鋒正常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